我们急诊病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有时候去可能是上病房 有另外一种就是到往生室 那我们很常就是学姐都会说 如果这个床病人过世往生之后 他会请清洁来擦床 擦完床之后你会发现清洁的人员 他们都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 那个床翻面 对 要换一个气的概念 有一次就是这个病人 他也走了 他在那边翻那个床 然后我们就把心电图的机器 放在那个床上面 要等着一起擦 结果我在旁边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机器这样子 他没有接任何人 没有接任何人 就开始自己在跳动 那个床上面那个魂还在 旁边有个比较资深的学姐说 学姐 那个机器怎么在跳 然后学姐就说 学姐很淡定 然后她说 可以了 够了 不要闹了 该离开了 话音刚刚落下来 那个机器就 就不见了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你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 对 保罗 你有没有用到什么 有个习俗是这样子 如果从往生是上来接 往生的人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病房是一个 一个圆形的病房 我们就把其他床的窗帘都拉起 床帘拉起来 因为我很怕那个气会被那个 往生的人一起带走 所以就 大家都是形成一个默契 就是今天有个病人往生了 就大家都会说 哪一床要下去了 就会刚好把床帘给拉起来 OK 往生者要移出的时候 有专用电梯嘛 对 有的人 误闯那个专用电梯 我有朋友真的就是这样 电梯没打开 他走路又是不张眼睛的 砰 就正好撞到那个 要推出来往生者的 对 然后一动 他这样去 其实最讨厌遇到的事情 就是要请家属签那个 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就是像DNR 我们单位是有护理师 去问一下你们 主要的决策者是谁 那这时候如果你站在对方角度想 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毕竟人家也是一个家庭嘛 那假如今天倒下的是 他的爸爸是一家之主 那你是要找妈妈签 还是要找他的儿子 成年的儿子签 就是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因为我在开刀房 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崩溃的点就是 婆妇产不一定生出来的小孩 每个都是健健康康的 那婆妇产的时候当然就是 现在还在救妈妈嘛 那小孩出来了 小孩是过世的状况 那一定是我们去跟妈妈讲 妈妈一定是半生麻醉 因为她上面是清醒的 我们才知道她的状况讲 然后我就要抱着 可能过世的孩子 对 就是我真的 就是我也觉得很严肃 然后跟妈妈说 妈妈就是 我们就是真的怎么样 然后跟她说 就是小孩过世这样 通常妈妈都会掩面而泣 然后我觉得 第二个最公开的点就是 因为我们要拿一个纸箱 拿一个来布 然后把她小孩的遗骸 放在箱子里面 因为还有爸爸嘛 我妈走出手术房 然后跟外面的爸爸说 就是他的小孩 例如说没有救活 或是已经过世了这样 然后我们有两个处理方式 一个就是 看爸爸有没有办伤事 就是给他 交给他这样 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拿一个 就是讲真的不好听 就是红色垃圾袋两层 包起来 红色垃圾袋 对 就是废弃物除 医疗废弃物 两层 然后打包 然后就这样丢掉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那真的有人会选择 用垃圾袋丢掉的吗 他是会的 其实蛮多 因为其实你要带着那遗骸回去 你开车回去 你知道那种心理这种压力 怪我妈妈其实都 比较沉痛 就是心力交瘁 因为妈妈其实 也还在恢复起 爸爸一个人要去说这件事情 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其实通常都会 大部分都会给我们选择 我们处理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很抱持很尊重的态度 把这个遗骸处理掉 对 真的 悲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